在上一节制作的石墨烯基础上 我们来制作管装石墨烯 首先将制作好的石墨烯进行扩大 换到顶式图对齐它的位置 继续扩大它的石墨烯的尺寸 选择所有石墨烯 添加弯曲面领 角度设为360度 更改弯曲轴 制作完成 在上一节的场景设置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渲染 亮度对比度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调整 将渲染好的图片 保存起来 打开Photoshop 将渲染好的图片打开 新建一个图层 放在图层0的下方 add键加delete键进行填充颜色 图像调整亮度对比度 亮度降低对比度提高 简单工具 在画布当中点击右键 调整画笔大小 降低曝光度 用加深工具 将石墨烯的下半部分进行加深 图像调整 摄像饱和度 将饱和度降低 将亮度与对比度整体提高 管装石墨烯制作完成